今天是中秋节 又来爷爷家玩一下 没想到刚过来 他正准备喂猪 赶紧跟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小猪多大了 我好计算一下时间 什么时候来吃猪肉 看这个大小 我预计春节前后 就可以上桌了 好吧 咱们还是要跟乔治配席 搞好关系 哈喽 乔治配席 吃得好香啊 去年中秋节的时候 我来爷爷家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只狗 当时就算在这个位置 而且还下了一只小狗 刚刚我问了一下才知道 那一只老狗已经不见了 但是那一只小狗 又生了一窝小狗 来吧 看一下怎么这么巧 好像就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那只小狗长大了多少 哈喽 小伙子 还认识我吗 没有想到你也当妈妈了 而且这么大了 过来过来过来 不要咬我啊 以前我没有养狗之前 这种陌生的狗 我根本就不敢摸 挺害怕的 嘿嘿 你的孩子呢 让我看一下 在那边 1234都在睡午觉 我可以看一下吗 相信我 我是好人 但是不要咬我 好有意思 都在睡觉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让他们带他出去溜达一圈 然后我看一下这几只小狗 但是这只狗还挺温顺的 别说 特别乖 终于把他给支开了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看他的孩子的 嘿嘿嘿 四只 你们别说 这几只狗东西 睡得挺沉的 小伙子 起床了 还在撒娇 看一下 这一只 睡得更死 小伙子 小伙子 你还会回应我 小伙子 小伙子 起床了 来 起来 这一只特可爱 这不是刚刚醒的吗 怎么又睡了 我现在都怀疑 他们自己分得清楚颜色 你们看一下 我刚动了一下 你看阵营已经很明显了 一样的颜色待在一起 说实话 要不是我家养了两只狗子 我都要领养一只回去玩了 小的时候简直太可爱了 看他这个长相 我估计以后长大的应该是 中大型狗吧 拿在手上 他慌了 去吧 这估计刚出生一个月 不知道有没有 狗子在这么大的时候 是不是都喜欢睡觉啊 根本都弄不醒 刚刚拿过来 然后又爬在这里睡着了 特能睡 好了不打扰你们了 现在过去把那一只大狗拿过来吧 你们继续睡 赶紧去看看你的孩子吧 这只狗可能是因为最近带四只小狗 好瘦啊 感觉 我记得上一次过来的时候还挺胖的 哎 辛苦了 辛苦了 这几个小家伙 啊 再见 再见 他们家门前还有一棵枣树 这枣结的也太多了吧 地上都掉这么多 要不是我对吃的没啥兴趣 我一定要摘一点 走吧 走吧